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30日 星期二 來到上午第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講講治安情況 有一部疑似的毒品快餐車在粉嶺淘埔產上安全島 藏毒的男子推走警員逃走 逃人協助捉賊 整個過程是怎樣和各位一起講講 令變商繼續跟進康城首都疑似被人坐穿主力場單位的事件進展 據報星島疑似找到疑似的設計師 甚至現身開康回應 他怎樣解釋和說話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各大消息 據報有個男人大罵銅鑼灣 涉嫌打傷保安兼掌掘男警員被捕 消息指這個人有機會是懲教署的二級助理 和各位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直擊康城首都違規改動主力場的單位 疑似的設計師竟然現身開康回應 報導機內人提到 日出康城屋苑首都單位改動主力場事件 引起全城熱烈討論 連日來不少首都業主 都是網上群組發貼文 表示擔心大廈變危樓 甚至擔憂會塌樓 星島申訴王昨日直擊 違規改動主力場 六座中層的RB單位 發現至少有兩名男子在屋內 其中一名開門的男人 和已經刪除所有社交平台和網站 那個設計公司負責的設計師 那個名字和樣子都非常相似 另外也訪問到涉事單位樓上的住戶 陳先生和旁邊的單位居民 看看他們對事件有甚麼看法 星島申訴王昨天隨首都業主委員會前主席 張先生到達涉事單位 其後有兩個男人應門 其中一個男人和負責的單位裝修 曾經在揭發事件的Youtube片路過面 那位設計總監的樣子非常相似 那位男人開門過後 一度以為拍門的張先生是政府部門的職員 其後張先生表明是代表業主群組了解事件 過後那位男人立即說你代表誰的 又指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程序 另外就是建築的相關部門已經正式過了來處理 其間男子一邊想關門一邊就說 已經進入了程序 所以我們不方便開門給你 說完後就關門了 張先生是想再追問男子貴姓的時間 男人就說暫時都不方便透露 隨後有幾名警員到單位外面只要了解事件 警方向記者就說有住戶報警 說屋外懷疑有人吵架 說聽到很多吵吵聲 接報到場了解 而隨後亦有屋宇處人員到場 星島申訴王下午派完到訪攝氏的設計公司 位於觀塘的辦公室觀察 發現公司沒有開燈 記者向旁邊公司的女接待員查詢 對方表示設計公司一直都正常營業 但昨天開始完全不見任何人出入 星島申訴王也找到攝氏單位樓上的住戶兼業主陳先生 他說樓下單位自從去年11月開始 裝修至今年4至5月才完工 就說我都不知道他們裝修那麼久 大部份都是轉場波石市的聲音 即是好吵的聲音 不是一般的裝修聲音 陳先生表示事件發生過後自己覺得自己不幸 蕭然住正在他上面 但最重要的 仍然是那個單位如果正式改動了主力場 擔心會影響大廈結構 另外住在攝氏單位旁邊的鄰居何先生坦然 很笨又笨又衰 我覺得很不安全 不知道動樓會不會有問題 動樓倒了怎麼辦 當中有訪問到香港工程師學會結構分部代表蘇啟亮博士 就和星島申訴王解釋 主力場是用作承受大廈的自身重量加封殼產生的耐力 是大廈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 而今次事件對於首都屋苑這棟樓涉事的大廈的影響 他就說要視乎拆的主力場改動有多大 改動小的話風險少 大的改動可能會導致局部破壞裂開 樓上樓下都可能會有列文、地台下陷等等 嚴重者整幅主力場倒塔 導致局部或整棟大廈的倒塔都有機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究竟是否同一個人 估計有機會是 當時這位設計師有機會認出昨天 很多部門都要來到攝氏單位跟進 又要做臨時支架 結果記者剛巧撞證設計師 不過設計師沒有回應任何問題 連米商也問過結構工程的專家 要視乎主力場有多大的改動 若然大改動的話 有機會可以引致地台下陷 甚至會導致局部或整棟大廈倒塔都有機會 很恐怖 另外 專題另一宗事案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疑似毒品快餐車在粉嶺徒步 剷上安全島 藏毒男子推開警員逃走 途人協助警方制服他 報導的流氓提到 粉嶺在昨晚發生懷疑毒品快餐車逃避警方追捕期間 剷上安全島撞到交通燈 男司機放棄車企圖逃走 期間與警察糾纏過後爭脫 最少三名途人出手協助警員把疑犯制服 事後現場馬路和行人路留下多個小膠袋 男司機涉嫌藏毒 狂亂駕駛 無牌駕駛等罪名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警察在追捕藏毒男子 結果捕不住 然後附近的逃人紛紛上前協助捕藏 說完全不害怕 結果幸好將男子制服 另外也講講另一宗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沙田的七人車先後撞到五輛車 司機連車都不要逃去 警方一度瓶槍戒備 報導的內容提到 沙田發生瘋狂駕駛事件 29日晚上約8時 據報一輛七人車沿沙田圍路 往沙田市中心方向行駛 逃至近牛皮沙街時 突然撞向兩輛停燈的車輛 七人車沒有停下來 繼續向前走 駛約800米過後 駛至沙田圍路與沙田路交界燈後時 再撞向兩輛私家車 以及一輛正在學習駕駛的學神私家車 涉事的七人車事後停在上指駕 司機連車都不要 逃步逃走逃去無蹤 警方根據車牌資料 沉默涉事七人車車主要求到場協助調查 事件中初步有兩名私家車司機受傷 包括那名被撞的女學神 有目擊者指出 在涉事七人車司機離開後 約莫一分鐘有便衣警員趕至現場 並一度擒槍指向七人車戒備 不過經搜索後發現車內空無一人 據悉警員在車內發現毒品 警方指案件轉交重案做跟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亦發生在昨晚沙田 都非常恐怖 這輛車狂亂駕駛亂撞 其間撞到人之餘 亦撞到一輛學神私家車 騎由司機逃走 警員到場曾經停槍 不過車上空無一人 另外亦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追漢大鬧銅鑼灣涉嫌打傷保安 兼掌刮男警被捕 消息指是懲教署已給助理 報導的內容看到 一名35歲姓吳的男子 在5月29日凌晨懷疑喝醉酒 竟然在銅鑼灣一棟大廈和保安員發生爭執 期間用電話襲擊對方的頭部 又用手掌刮一名到場調查的男警員 警方期後以普通襲擊 襲警 和刑事恐嚇拘捕了那名男子 據了解被捕男子是懲教署二級助理 星島日報證咒事件向懲教署查詢 消息指該名赤膊男子當時滿身酒氣 走入大廈升降機大堂大吵大鬧 聲稱要找酒吧喝酒 保安員見證立即阻止他上樓 雙方期後發生爭執 赤膊男子持手機襲擊對方的頭部 之後走入保安室並反鎖 保安員立即報警求助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消息指赤膊男子喝醉酒 疑似是懲教署二級助理 保安員相當無辜 阻止他上樓 結果被他搏濕了 事件仍有待了解與跟蹤 我是曠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